北宜公路道路蜿蜒吸引了许多重机骑士前往挑战 不过严重的噪音问题却成了沿线居民的恶梦 因此当地的里长向明代澄清 并且邀请相关单位前往会刊 希望能够透过不定时还有不定点的方式来拦查取地 希望能够达到贺阻作用 还给居民安静的居住环境 北宜公路是许多重机骑士喜欢挑战的热门路线 不过伴随而来的喉咙噪音 长期来却成为沿线居民的恶梦 尽管相关单位近来已经加强取地 却仍然无法遏制 因此新北市议员陈永福与新店区美坛里原坛里办公处 特别邀请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 环保局交通局等相关单位办理会堪 希望能够改善噪音困扰 长期都冷售他们这样子真的对大家困扰都还蛮多 尤其是那种好天气假的 现在以前是早期是假热的时间带来困难 现在是不分假的频率也是很伤脑筋 因为我们里内刚好这个区块 它是最笔直的地方 那集合式住宅又非常非常的密集 那重机组车友他们进入到我们沿线 其实造成很大的一个噪音问题 那用路轮的权利我们也必须兼顾 但是里面基本上的一个生活品质的部分 是我们最在意的 麻烦那个相关单位 在我们北一路二段两百七十六号那边 可以设置一个那个测速照相 因为那个地方是比较密集的那个住宅区 其实目前在北一路沿线已经设置定点测速照相 不过里长表示很多重机骑士都知道设置点 因此在其他路段仍有操速导致噪音过大问题 有近于此交通警察大队与环保局也陨落 未来将会加强不定时不定点蓝茶取缔 希望能够产生更大更有效的二组作用 本大都会督同新电风局做机动式的路检请务来盘查 另外会配合环保单位做好环景联合机查 针对改装制 拍照 噪音车来加强取缔 日后我们会针对该路段不定时不定点 加派警力加强测速及噪音车取缔 我们现在都是以抓这种没有认证的改装馆为主 所以我们会在配合警察在北路这一段附近设一个蓝检点 在早上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这段时间 然后来做一个非法改装 你只要不是使用原厂管或是认证管 你就会被我们检查发现之后 我们就直接开单告发 暑假展开北路附近居民也相当忧心噪音问题雪上加霜 因此期盼重机车友们在享受骑乘快感的同时 能够多一份同理心 不要造成在地居民的困扰 也保障自己的安全 记者声明这门奇心电才能播到